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请当场的教师或者助教或者同学们自己 利用我们的网路教材跟网路教材里面提供的一些练习的范本来做练习 那么特别提到范本 我相信这个练习排版软体就跟我们小时候练习写字练习国话练习写书法是一样的 我们最好的一个练习方式就是临摹 临摹当然要有大师的作品 我们找不到什么大师的tech的排版 所以其实就用老师的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在这个网路教材上有一些已经排版好了 然后变成pdf或者是post script档案的那种档案 所以你大概不太容易从里面抄东西出来 你可以看到排版的结果 你甚至于可以把它印出来看到排版的结果 然后设法排出完全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我所谓的临摹 你只要临摹的很像 那么基本上你也就学会了这个排版的软体 好 那我们先介绍一些概念性的事情吧 这个html就是专门做超文 hypertext的那一种markup language 那种排版软体 什么叫超文呢 就是我们 就是什么叫hypertext 就是我们在网页里面看到了一个滑鼠一过去出现个手指头 你可以按一下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的那种东西叫做hypertext 那个专门的这个专业的语言呢 叫它一个毛 anchor 那我们是把它翻译做港口了 那种你可以好像按一下就好像起毛 把那个毛拉起来 你就要航行出去了 到另外一篇文件去了 那譬如说在这个 我们现在在看刚刚看过的hello world的那一张简单的网页 一个毛要怎么写呢 其实相当的简单 你就写这样的一个指令 然后写一个网址 譬如说我的李白那台机器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要给它一个文字当做毛的文字 那我就给它一套文字叫做李白 然后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呢 这个一个叫做A A的这个拍板指令 一直到斜线A的拍板指令呢 是一个头一个尾 这个头跟尾中间夹了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就变成一个特殊的意义 在现在这个例子里面 这个环境里面的特殊意义就是港口 等一下我们在看网页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可以点出去的地方 那么点下去它要去哪里呢 就写在HREF等于什么什么的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一个网址 这网址就像你平常在IE 或是浏览器的上面打的网址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把这一这个原始码呢 毅然把它存档 存档了之后呢 再用IE把刚才这个符点HTML把它打开来 好 然后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刚刚写的李白 而这个李白点下去以后呢 就会真的到李白那台机器的 的首页去了 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新学到什么事情 倒不是这一个标签 新学到的事情只是告诉你说 这个标签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 所有的排版软体都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你要用文字告诉电脑说 我要我要做什么排版 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里面是说 我要制造一个港口 还有这个港口的目的 目的地是要到这个网址 那在前面举的例子里面呢 这个H1代表说我要用最大号的标题字 那align alignment等于center的意思是说 这个标题字要放在这一个 浏览器网页的正中间 这些都是我所谓的指令 我要告诉浏览器我要如何排版 这是用文字写出来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要排版的对象也是文字写出来的 比如说这个大标题是hello world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港口的名字 要排版露出来的文字是里白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 你现在同样是用英文或中文 你同样用文字 你要表达两种事情 一个是排版的指令 另外一个是被排版的文字 被排版的对象 但是不管是指令还是对象 都是文字 现在你要怎么样让电脑知道 这个文字是指令 这个文字是对象呢 所有的排版软体都碰到同样这个问题 因此他们都用同一个方法来解决 他们用所谓的跳脱 它一定要有几个特殊的保留资源 这几个特殊的保留资源 一出现的时候 就告诉browser 或是告诉它的解读器说 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指令 那么在这一个例子里面 各位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小鱼箭头跟大鱼箭头 所围起来的这个尖刮号 这一对尖刮号里面 就是指令 虽然那些都是普通的文字 但是它就是指令 如果没有这一对尖刮号呢 你看如果没有这一对尖刮号呢 它就会把它印出来 同样H1空格 align等于center 同样这样写呢 如果没有尖刮号 就会印出来 我们来看这个排版的结果 重新整理一下 有没有刚才的这个align H1 align等于center 就出现在这里了 所以尖刮号就是 就是这个HTML拍板软体的 这个重要的特色 它是一个保留资源 这个保留资源告诉电脑说 告诉电脑说 我现在要说的是指令 不是排版的对象 好 那么所有的排版语言 也都有第二个共同的问题 既然左小鱼跟大鱼 这两个尖刮号的两端 已经变成保留资源了 那我要怎么样把小鱼印出来 因为小鱼一出来 就好像说我要说指令 我要下指令 大家就开始紧张了 它并不会把小鱼符号印出来 所以就有另外一个东西 要知道了 那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跳脱资源 必须有一个跳脱资源 这个跳脱资源呢 就是amp符号 这个amp符号 amp符号就是7的这个案件的 上方的那个符号 用这个符号才能够把小鱼箭头印出来 那我想我不如写在这个地方好了 刚才这边有一个 来 我就在这边加一个amp Lt less than 就是小鱼的意思 然后再说一个amp Gt就是greater than 就是大鱼的意思 我写了这样的一串字以后呢 然后我们把它储存档案 然后我们再来看台版的结果 重新整理一下 你看这个小鱼跟大鱼的箭头就出来了 它并没有被解读成是一个指令 而是它被解读成是我要印出来的文字对象 那么既然ampersand 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功能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ampersand它自己怎么印出来 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小鱼箭头大鱼箭头跟ampersand这个符号 都是html这个台版语言里面的保留资源 它们都有特殊的意义 所有特殊的意义的字员都不能自己印出来 它都要透过跳脱字员才能印出来 举例来说ampersand它自己要用这个符号 用ampersand再加一个amp分号 要用这个符号才能够印得出来 那我们就最后再看这个例子 那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 这个ampersand就在这里 好这就是任何排版语 学排版语言的时候要知道的事情 这是它的它共通的问题 跟共通的解决方式都是一样的 那在这一小节结束以前 我们再多说一件事 所有的排版语言也都还有一个特色 它一定有一个方式来叫我们写注解 注解呢是电脑的browser 不会去处理的东西 好譬如说我在这边写 这是注解 那么这一个特殊的一段话呢 就不会做任何事情 不会被印出来 那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 这只是写给人看的 就是说将来我们再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看好我重新整理了 但是没有任何改变 这个就叫做注解 事实上不只是排版语言 任何的电脑语言 程式语言都一定有写注解的机制 使得我们可以加一些写给人看的 或者写给我自己将来要看的一些备忘录 写在这个原始码里面 而电脑的解读器或是编译器 不会去处理那一段文字 或是那一段符号 好所以这个叫做注解 那一段文字是在这里 就是这样子 对我按照 我们来不爱 那就抖 我们来看的 我们来